同样是被打击的魅惑技能蛊惑 何佑君面对杨颖时有多冷淡 面对西梦瑶时就有多偏爱 原来爱不爱真的很明显 这一幕发生在某真人秀上 彼时杨颖为了赢得比赛 在遇到何佑君后 立马使用了打击的魅惑功能 让她十分钟里听自己调遣 在接受到杨颖的命令后 何佑君一脸无奈 只能被迫进行表演 但等技能失效后 何佑君也没有怜香惜玉 直接毫不手软淘汰了杨颖 过后还特地牵住了一下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相当无情 而等到西梦瑶时 何佑君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不仅放水放成太平洋 还在对方使用魅惑技能时 笑得格外荡漾 不仅如此 西梦瑶让她做青蛙跳时 她的嘴角更是比AK都难压 甚至当众唱起情歌 不放过一丝一毫聊西梦瑶的机会 虽然最后迫于无奈 她还是淘汰了西梦瑶 但过后又是撒娇求原谅 又是按腿锤背献殷勤的行为 成功让大众看到了何佑君 对西梦瑶独一无二的宠爱 而同样是夫妻参加镇人秀 杨颖在对待黄小明时 却远没有何佑君这么善良 想当初黄小明刚上跑男时 一上来就开始了她的宠妻人设 不仅多次拜托内奸 郑凯和王祖兰将杨颖留在最后 还特地向郑凯宣示了一番主权 从中不难看出 黄教主对杨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信任 在黄小明的各种放水下 杨颖最终还是成功拿到钥匙 只是嘴上说着不忍心黄小明伤心的话 转头却毫不留情地淘汰了男友 而黄小明在得知杨颖没选她后 整个人都是一副被抛弃的模样 从这点不难看出 黄小明与杨颖之间 其实始终存在着隔阂 如果黄小明懂杨颖的无奈 就会明白她的选择 如果杨颖心疼黄小明的付出 也就不会选择淘汰她 只能说两人的婚姻 也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离婚恰恰是将这个错误纠正 吃平假餐厅放弃奢侈品传达 失去靠山后杨颖过得有多惨 近日有网友在上海街头遇到了杨颖带小海绵吃饭的场景 与当初的好哄相比 杨颖如今没有工作没有社交 生活上是能省则省 画面中她穿着好友店中的新款衣服 戴着曾代言过的高奢品牌耳环 看上去十分朴素 而她当天所去的饭店也不是什么高档场所 只是人均300的平价餐厅 相比于隔壁里像1000元一个的风胶包来说 消费降级简直不是一点半点 可见风马秀事件后 杨颖的整个人生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生活其实她早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早在她与黄晓明离婚的那一刻 便让她尝进了娱乐圈的捧高踩低 众所周知 此前杨颖在跑男团中一直是团宠般的存在 即使因为她生孩子 剧组找了热巴来助阵 却依旧没能动摇她的位置 但自从失去黄晓明这个靠山后 她不仅被跑男兄弟们排挤在外 还被各种新人强压一头 甚至整期节目只有四分半的镜头 无奈之下 她只好在别的综艺上寻找机会 而代价就是 她不仅要忍受节目组一整期的侧脸镜头 还要半跪着给新人倒茶端水 除此之外 同段时间内 她的影视资源与时尚资源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先是影视资源降级 只能和新晋小生搭档 之后迪奥与其解约将热巴分为宠儿 就连当初的闺蜜杨蜜等人 也对她避而远之 或许正是因为陷入了这样不甘不尬的境地 她才试图去风马丝又寻找机会 但遗憾的是 她低估了大众对此事的敏感度 以至于如今的她遭遇软风沙 落得人神寒大的地步 不过她会沦落至此 也不完全是因为失去了靠山 究其根本 还与她的低情商发言有关 直到看见杨颖公开喊黄渤叔叔 才明白她为何会凉得这么快 这一幕发生在某采访中 彼时黄渤与杨颖一同接受采访 在记者谈起年龄问题时 不知是为了凸显自己年龄效 还是真的单纯 杨颖突然冲着黄渤喊起了叔叔 听到这个称呼黄渤脸色瞬间变黑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番高情商回队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杨颖第一次低情商发言 此前在王牌对王牌中 由于其以谍战为主题的节目 到最后的指认环节时 作为内鬼的沈腾开始发力 将内鬼身份全力引向杨颖 而贾玲作为沈腾的好搭档 为了节目效果 也开始跟沈腾进行配合 不料杨颖再次口出狂言 这话一出 贾玲当场懵逼 好在沈腾意识到了不妥 立马找不到 而贾玲也顺势假装发货 插科打魂的接过了此事 只是虽然沈腾贾玲帮杨颖圆圆了场 但观众可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这期节目播出后 网友们纷纷吐槽杨颖情商第一 本以为经过前两件事后 杨颖会多少吸取教训 没想到这边事还没过去 转头她又口无折拦 公然在节目上自爆 过年的时候 在三亚见到了刘嘉玲姐姐 咱俩还聊得挺开心 结果回去我给她发了个信息 说姐新年快乐 对方已不是你的好友 此事被曝光后 刘嘉玲瞬间被贴上了 败高采低的标签 各种怒骂更是层出不穷 为了平息舆论的怒火 刘嘉玲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 这个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用香港的手机 然后后来换了一个大陆的手机 重新要设定一个号码 微信上面 我会通知的都是 平常会跟我有交流的 或者是有发讯息的 不过虽然这件事 刘嘉玲变相做出了道歉 但尴尬的却是杨颖 毕竟这种事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拿到明面上说 或许是见识到了杨颖的本质 当初黄小明与她结婚时 据传黄博还曾劝告过她 让她远离有野心且情商低的人 无奈当时的黄教主 早已化身纯爱战神 直到2022年才幡然醒悟 好在她现在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与网红女友恩爱无比 早已走出了当时的阴霾